欢迎来到菜交话箱 我是家伟 我是一安 我们今天 先睡一下 先睡一下 眼泪 刚刚我们今天声音听起来很没有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忙到 没有办法就是准时更新 直接果断的休息一个礼拜 直接没有 我们还没有 我们有讲吗 没有吧 我们好像是时间过了才就是讲一下 应付应付一下 我们连更新IG都已经 没有力气了 没有办法 累啊 真的很忙耶 你也蛮忙的啊 对啊 我说我两个都很忙啊 你那天突然跟我讲说 我今天才发现 我后天还是明天 要用个什么报告还是干嘛 就是我到礼拜日才知道 我礼拜一要报告 要报一篇期刊 然后我就当下马上找 然后马上 特点报 因为我好像原本那天晚上要录音 对对对 对对 说啊算了 没关系没关系 先忙先忙 这个不重要 先忙自己的事 我同学跟我讲说 那个明天你准备好了 我说 什么东西 你也是蛮厉害的耶 是事前不 每次都是那种 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啊 因为上 那一堂课的上一次我没有去上 所以我不知道下周轮到我报 因为那个顺序 就是中间我已经打乱掉 所以我也不太 就是已经不是照原本的行政 有够好笑的 我听到会想 蛤 你为什么今天才知道你明天要报告 不得不说我现在准备报告能力蛮好的 因为都是前一天准备 临时抱佛脚的功力变得蛮好的 OK啊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去 大家去复健诊所或骨科诊所 做复健的一些贴心小叮咛 行前准则 对啊一些行前说明 或者是我觉得一些观念的建立吧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误解 或者是不理解 那有时候你去做复健的时候 老师们也都还蛮忙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到很仔细 跟每一个人都解释到那么那么多 很难很难每一个进来的病人 都要给他卫教 对啊很难卫教到那种 你什么都可以很了解的程度啦 啊我觉得 半天可能六七十个人 每一个都卫教是怎样 没法抖没法抖 对啊有些可能讲了你也会忘记 讲真的啦对 啊我觉得反正今天 我们就来录一集 讲一下我们可能常常在诊所 遇到病人会有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困惑 那我们就来解答一下 所以这一集就没有要讲书吗 对这集先不讲书 下一集见这样 没有我们直接偷懒到 这一集直接不讲书 对啊 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写完啦 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还没有弄完 没差 第一个是关于很常见的 拉腰和拉脖子的事情 通常来说 拉腰会先从你体重的四分之一开始 那每两次第三次会加一公斤 这个对这个好像每个诊所或是每个医师想要的都不太一样 就是几次加公斤数 应该说两每两次加一公斤是个一般通则 对通则啊有些可能他需要同个公斤数拉久一点 再加一公斤 那就是另外再处理 就是可能会助记说这个人拉 拉同个公斤数四次第五次再加一公斤 就是在你的治疗卡 对 他可以加的慢 但不能加太快 对对对 通常都是加慢 不会一直跳 拉脖子的话是从体重的七分之一开始拉 然后拉到最多是到体重的四分之一是上限啦 那很多病人会觉得说 我虽然已经拉到上限的公斤数了 但我没有特别不舒服 为什么不让我再继续往上拉 就他觉得出我现在拉这个公斤数已经习惯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不让我往上拉 我明明就不会痛 当然你往上拉你未必会觉得不舒服 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的 应该说拉脖子拉腰有其中一个好处是为了让你的肌肉放松一点 对 那是其中一个那个 但是你拉过那个公斤数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的肌肉会不自主的 反而要去保护你的关节 所以他会变得反而比较紧 就是过度的拉长 肌肉会有一个保护的机制 对 啊也应该说 脊椎当然你不可以让它压迫到神经 就是太骨头跟骨头之间太密去压神经 你当然会不舒服 但是拉腰拉脖子是要把它拉开一点点 不要压迫神经 但不是要让它超开 让它的稳定度反而变得不好 对 因为你要想我们人是直立在行走嘛 对 所以你同时是稳定度跟柔软度你都要是肩并 对 它是一个平衡的东西 不是说啊我让它的柔软度变超好 然后稳定度变超差 那你就想你那个积木好了 你积木堆房子 你让它空隙变超大 你一推它就倒了 对 那你外面的肌肉是不是就要赶快把它固定 它也会紧张啊 你的肌肉会不 它是一个算是保护机制吧 身体很聪明啊 对它很聪明 它会帮忙去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代偿 那这个地方就有点是 你的肌肉要赶快去帮忙它维持那个 你骨头不稳定的时候 还把它绑住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 你的肌肉还是会变紧 对 那如果肌肉变紧 就是反效果了 对 肌肉变紧就已经跟你原本拉腰拉脖子的初衷 又有点不一样了 就是它反而变更紧 反而没有放松的效果了 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是上线 那就是研究结果 书就是这样写 大家就是这样做 这是教科书上的 它是统计出来 或者是大家研究结果说 拉到这样子的公斤数 以比例来讲 它可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而且一般来讲 拉脖子或拉腰丸 其实要搭配稳定的运动 对 就是可能依照各个症状不同 可能要给一些运动的治疗啦 我觉得一般疹头应该都比较难 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多少还是会耶 你说讲一下是不是 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收脖子的运动 这个就相对很简单 其实几秒钟就可以教完病人 那当然他回不回去做 这个就另当别论啦 他要做不做 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他 但是可以 这个是简单可以教到 去卫教他的东西 而且你们应该也会讲说 就是脖子拉完或腰拉完 都会先禁止 不要动一下下 对或者是 拉腰丸 我们会叫病人可能 那个膝盖抱在胸口 然后左右活动一下 再下床 有些很急耶 你有看过动超快那种吗 动超快就是 你刚帮他拔完 急着要下床 我看了都觉得 干超危险 我想说你这样不会 闪到腰还是干嘛吗 很恐怖 我说你躺一下 或者是 你稍微脚左右 两边抱着 动一下 动一下 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 慢慢下床 下床很重要是 先侧躺 对 再慢慢的扶起来 再慢慢的扶起来 哦那个直接要起来的 哇靠 仰臥起座都坐得起来 吓死我了 我这时候第一次在医院看到那种 就是 拉完然后就 他帮我拆哦 就把他拆掉 然后直接跳起来 哦干我傻眼 真的很急 真的会危险 对啊那很危险 就是自己跳起来的 有一部分是 那个床还没有固定好 他就要起来 那个一开 他整个摔下去怎么办 而且现在 以前的床 大家都都是用锁的嘛 就是我们可以调锁的 现在很多是油压的 哦 就是他 你不用锁他 然后他就是 哦哦你做那个 他会自动的那个 对对对 就有根本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那都要注意啦 那个很危险 就是 你去做附件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机器啊 等等的 就是有时候老师们在忙 但是在怎么忙 你都不要自己去硬拆那个机器 就有时候可能你拆了会 自己会受伤 嗯 对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确保说 你自己这样乱拆会很安全 就是你就等一下 很多很热心的 啊那个阿公阿嬷 哦他会帮我们 做一些事情这样 拆那个电极贴片啊 或是拆那个拉腰拉脖子的 那个电极贴片啊 有的时候比如说 他那个头掉了 就是你可能动一动 他那个掉了嘛 你不要自己直接手去拿 那个还有电 你会被电到 你就喊一下 我们可能先把强度先关灵 嗯 帮你弄回去再重新开一次 真的不要手去 我都看一看 你不要跑 吓死我 我都很好奇 像他们这样子 就是会很热心的 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嗯 他们如果去餐厅之外 他们也会帮服务 那个服务生收盘之类的吗 不会啊 我不晓得 就是就是不会 那为什么要 没有啦 我觉得大家的热心 我们当然是很感谢 但是有的时候 为了大家的安全 真的是 就是小心啦 就是等 多等个十秒钟 真的不会 不会怎么样 真的不差那一两分钟 对 你等个红绿灯 都不止十秒钟 不要急 不要急 啊那个 开电聊 有些就是没有感觉 就叫你一直往上开 往上开往上开 这个这个我们是不是 诶上一集有讲过 在 你有点忘了 有我记得电聊 我们有讲过这件事情 是不是 对但是拉药拉脖子 这个我好像应该没有 或者是有些会问你说 比如说他的贴片 或者是吸头 吸在两个不同的点嘛 那他会问你说 为什么其中一个都没有感觉 他就要 就要你往上跳 但其实那两个头 的强度是一起往上的 对 应该说你的皮肤 虽然是一大片 但是你不同部位的感觉 不可能都一样 都是你的皮肤啦 对 就像那个啊 什么 不是会有那个游戏 是在你的背上 写字 写字的话 要你拆吗 对对对 你手指指尖的敏感度 跟你背部的敏感度 就一定会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讲比较极端的例子啦 那所以就代表说 你可能手腕的感觉 跟你手肘的感觉 就是也不一样 对啊 所以当你贴在两个 越远的地方 那个感觉的差异 相对就会 有可能越大 而且如果是贴在 肌肉比较肥大的地方 它的反应会比较大嘛 对 啊如果是贴在 呃贴在那种像 关节处 比较没有肉 嗯 然后骨头 就骨头附近 那它的反应本来就会比较小 对啊 哦 这个啊 很多人都喜欢贴在那个 脖子很上面的地方 就是那个 电疗 垫在那个 脖子 或者是这个肩颈 肌肉比较大块的地方 所以肌肉会跳动嘛 就是你垫的时候 它会跳动 是吧 好 对对对 啊有些人就是会 垫在那个 本来就是会跳动 很明显的地方 但是他要求你要开很大 因为他没有感觉 啊就是在跳咯 他说要再大一点 好就大一点嘛 就是还在安全范围 我们他觉得要大一点 我们会调 嘿 啊调大一点 他可能就跳掉了 因为你肌肉跳动很大 它会跳掉嘛 对对对 那他就会说 啊我就还没有感觉 啊你开的又跳掉 他说是不是老师 你这个有什么 你们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都先怪别人 对啊 这种东西可能就是 你如果本来垫的部位就是 肌肉跳动会比较明显的地方 我就不建议你开到那么大 因为它一定会跳掉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它一定是会跳掉的 就是不是机器的问题 也不是帮你垫的人的问题 它本来就会这样 太大了 对那很夸张耶 那要很大才会掉下去耶 就是你要震动 比如说你地震 九级地震 然后你说 那个书架上的书都不能掉下来 不是我在想 你真的有点强人所难吧 垫在斜方机 然后还要 要把它跳掉是要什么 多大 好啦我们第二个 好 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代常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这边痛变成那边痛 啊我们想要解释 代常是什么的时候 有的时候病人会听不懂 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 代常 好就是假设 呃你今天有个五十肩好了 嗯 好五十肩最常遇到就是手举不起来嘛 对不对 嗯 那你可能要拿东西啊拿什么的 你可能身体都要歪一边 嗯 之类的 那可能也会造成 比如说你还是要提重物啊 嗯 那在你手不能举太高的情况下 你会用身体过多的帮忙你的手 嗯 对那你可能会造成你的腰痛啊 或是手肘会痛啊 手腕会痛 嗯 那我有遇过有些病人讲的话 他是说什么 啊老师哦 我肩膀痛痛到 那个手肘都在痛了 哦很严重耶 这种的 嗯 对啊可是那个就是代常嘛 因为你的肩膀已经 没办法负担这个 这个工作了 嗯 那其他的地方只好出来帮忙 但你不知道这样子 对 代常就像刚刚家伟讲的 他就是你旁边的关节 旁边的肌肉 去帮忙做你受伤的部位的那个地方 本来改做的工作 他帮他分担掉了 嗯 就比如说 我每天要去菜市场提20公斤的菜回来 嗯 加入好了 啊我今天受伤了 我变成只能提5公斤 嗯 那15公斤变成别人要帮我提 嗯 啊别人平常都不用提的 你突然叫他提15公斤的东西 他感受伤 就平常 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我的事呢 啊怎么突然间多15公斤 平常没那事 或者他平常只需要提5公斤 嗯 你今天突然叫他提15公斤 哇 直接受伤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吧 对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代常 那代常 最简单的就是 附近的关节 帮忙 就是周围啦 对周围 就是最 最常见的是周围 比如说啊我膝盖不舒服 嗯 过一阵子变成 髋关节和脚踝不舒服 对对对 嗯或者是啊就像刚刚讲的肩膀不舒服 嗯 过一阵子变成啊脖子 手肘 手腕 开始不舒服 那当然每个人代常的部位会是哪里 这个就是每个人个人习惯不一样 对 因为每个人习惯性做出的代常动作不太一样 对 那呃物理治疗师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是 他要去判断或者是去评估说 你这个地方受伤 你做出的代常的动作 或者是可能受伤的部位是哪里 对 就是你的原因是 对原因是哪里发生的 或者是他甚至可以做到预防的工作 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边受伤 嗯 那你可能之后哪边会要注意 对对对 你要避开哪些动作或者是你要 注意你做动作的时候 要有哪些习惯会比较好 呃这样讲起来好像代常都是不好的 对但是其实有时候代常也是一件好事 像我们手术丸 比如说膝关节的手术丸 嗯 那你可能要用很多的髋关节的力量 去帮忙你的膝关节 对 对那其实 那个算是暂时的代常 那他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就是暂时性的选择方案 就是可以继续用我们刚刚买菜的例子 对 我现在原本要提20公斤 我现在只能提5公斤 嗯 那我可能就会告诉我其他的朋友说 你们每个人多帮我提5公斤 对对对 对那我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暂时性的让大家都提那5公斤 嗯 可能提两天 嗯 那我之后在这两天内 我赶快把我自己训练到 我可以提10公斤 15公斤 慢慢的恢复 嗯 那那些东西就是不会是长期都让他们去提那5公斤 对 而且像这种暂时的代常 可能也会维持一阵子 嗯 可能就一两周 甚至更久 嗯 但这个代常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把它交到原本的动作 就正常的动作模式 对 对 这个还是 这中间也是蛮难的 哦对 嗯 要把它 恢复到原本的动作模式这件事情 就可以刚好接到第三个我们原本想讲的 我这么会讲哦 刚好绕到 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观念都是会 它是在同一个大观念里面啦 对 所以讲来讲去它会绕到同一个地方 嗯 第三个例子是我爸最近脚掌骨折 嗯 好 断的骨头叫做周壮骨 嗯 好 周壮骨刚好是在足弓的其中一个 应该是内侧足弓很重要 对 内侧足弓很重要 要维持那个足弓的一块骨头啦 简单讲是这样 嗯 啊你足弓 大家可能就比较常见 知道说 诶肯定走路啊 跑步啊 日常生活中 它是一个缓冲很重要的力量 对 毕竟你要想 小小一个足弓 它支撑你全身上下的重量 嗯 它本来负担就是 很大 很大 而且它要有足够的灵敏度 嗯 你才可以在 人类在各种不同地形上 走路 跑步 跳跃 就你一开始讲的啊 活动度跟稳定度 其实脚踝都 对 非常需要 对 它是一个很典型 需要同时维持 稳定度跟 活动度 活动度的一个 关节 对对对 那它那个骨头就是 断了嘛 嗯 断了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希望骨头长回来啊 对 你骨头长回来了以后 它才有办法再去 讲后面的事情嘛 对 你最里面的骨头好了 你再来说钢筋不好 嗯 钢筋先把它弄好 你再来讨论说 欸所以你要怎么弄啊 对对对 你装潢要怎么弄啊 慢慢往外包 再慢慢往外包 嗯 那我呃 大概它那个脚 反正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大概花了两个半礼拜 骨头长回来 呵呵 啊骨头长回来 但是外面的肌肉还是受伤 或者是外面的韧带还是受伤 啊脚还是很肿 呵呵 那再来就是要开始拉筋了 我那时候就跟我爸讲说 我跟你讲 固定脚 让骨头长这件事情 本身不是最辛苦的 呵 最辛苦的是你要开始拉筋 对 因为固定的时候你就 呵 不要动 就是不要动它而已 对对对 拉筋其实真的很辛苦 就很不舒服啦 对 讲坦白就是很不舒服 就开始拉筋 开始干嘛 啊当然就慢慢消肿了嘛 对 那好 看起来比如说 现在两只脚都已经 三 欸现在一个半月 看起来两只脚差不多了 呵呵 也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疼痛 嗯 但是你就觉得它走路怪怪的 嘿 啊有些人就会讲说 哎呦那个 走路怪怪的 是不是你那个肌肉力气不够 嗯 你那个骨头还没有长好 你要多休息 你要怎么样 很多人就说 你这样怪怪的 就是还没有好 要多休息 嗯 啊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对的观念 嗯 因为走路要走起来很正常这件事情 嘿 本身没有这么的 其实很难欸 它没有那么简单 嗯 大家都觉得说 啊我有力气 我的身体没有受伤 这样子不是就应该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 嗯 但是走路这件事情它比如说 它当然包含了你骨头肌肉不要受伤 对 稳定度跟活动度要好 对 再来是你平衡感要不要好 嗯 然后你的本体感觉 本体感觉蛮能解释的 嗯 那我们就不要解释了 是这样吗 还有 简单讲就好了 我都不要解释 虽然说我们听众可能大多都是我们朋友 嗯 所以大家都听得懂 只是 本体感觉就是 比如说 呃我们站着 嗯 张开眼睛 嗯 你站着没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但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会一直晃 就是我们剥夺你的视觉这样子 那但是就是靠本体觉在 因为很 好啦 我们讲简单的 你走在草皮上 跟你走在柏油路上 感觉就不一样 嗯 那你脚掌去感应到 它那个感觉不一样 去做出的反应就不一样 嗯 这个就是本体感觉它在 感应跟调整的东西 嗯 那当你这个东西失灵的时候 你踩在柏油路上 跟你踩在沙地里的感觉一样 嗯 你走路就觉得怪怪的 对 尤其台湾这个地面这么平稳的情况下 要跟 这么平稳的情况下 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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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等于说你在受伤之后 好不容易啊 骨头肌肉已经痒得差不多 你要开始训练的东西就是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到的 那么简单单纯的东西 嗯 比如说他要开始练习单脚站 嗯 开始练习蹲 开始练习踮脚尖 嗯 还有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带肠这件事情 他在骨头固定这段时间 他已经抓到一个平衡 可能是可以同时固定脚 同时可以移动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方式他是他自己带肠出来 比如说他先 呃 先暂时用身体的力气去带动脚 嗯 或者是先用髋关节 用膝关节 用其他地方帮忙的 的方式 走的相对算正常 就其他关节帮忙分担 对 但是当他的怀关节开始应该要动的时候 嗯 他那个模式转换不过来 看起来走路就乖乖的 嗯 所以刚刚讲带肠嘛 他就习惯了带肠 对 习惯了原本那个带肠的东西 嗯 就像我本来提20公斤 我受伤提5公斤 嗯 我好了 我还 我就开始习惯 我就只要提5公斤就好 我 正常正常 由奢入减难 有点这种感觉 我干 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可以可以 对 就有一点这种感觉 所以你要怎么 再把一些习惯调整回来 其实我觉得习惯最难改 嗯 比起你说什么 要练习本体感觉跟平衡感 嗯 我觉得这个还还简单一点 但是你这个东西练回来了以后 你要怎么应用回来 嗯 原本走路的姿势上 像我爸就讲 哦 我都快忘记我原本怎么走路 他开始照镜子练习走路 他说 我就跟他讲 没有那个要怎么样 那个要怎么样 他说哦 你让我抓一下感觉 我忘记我原本怎么走路的 你让我抓一下感觉 哎这个是真的哦 嗯 每一个人 其实没有受伤 真的不会有感觉啦 讲真的 而且这种就是 你根本没想过 你会 你会忘记这件事情 对 就跟呼吸一样 对 每天都在做事情 真的会忘记 嗯 等你忘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恐惧感 是会用的 哦 会会有一种 吓到说 哎呦 我忘记怎么走路了 嗯嗯 对啊 或者是 嗯 身体会忘记怎么 叫出那个肌肉 用力的感觉 嗯 那个肌肉用力的感觉 很重要 而且下肢的受伤 通常比上肢还要 复杂一点 对 对啊 因为要承重嘛 要承受身体体重 而且又是脚踝 嗯 很难练啊 我自己是觉得 下肢的病人都不太好 比较复杂一点 我举那个例子 我爸 他那时候走路怪怪的 我就跟他讲说 你走路的时候 屁股不要都不 都不用力 呵呵呵 他是左脚受伤 嘿 但是 可能左脚休息 久都用右脚帮忙 呵呵呵 所以他左边屁股不太出力 就有点像三七步 都站在右脚 你左脚放松的感觉 呵 所以他走路的时候 会觉得屁股骨喷 有一点掉掉的 歪歪的 嗯 我就说你走路的时候 就像单脚站 嘿 单脚站的时候 他说 哦 左边屁股好酸 嗯 我说因为你左边屁股 很久不用力了 好 他现在单脚站 其实可以 左边屁股用力站 但是他走路的时候 屁股还是不会用力 呵呵呵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训练跟你要应用在 你要练习的 走路这件事情上面 嗯 你还是要提醒他说 你屁股要用力 嗯 要不然你的骨喷歪歪的 而且刚刚你有 你有给你爸 好几个运动的训练是不是 有 我就说你一天 大概这些东西 就是做半个小时 嗯 就加起来啊 半个小时这样 哦 直接开课表是不是 我直接开课表 就比如说 呃 什么东西 做几组 啊 然后一个动作维持几秒 那比如说 我开五个动作好了 反正这五个动作 每个都很简单啦 嗯 他其实现在做起来 不会到太吃力 嗯 然后可能做完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 啊我还要帮他做徒手 就是按摩他那个肌肉啊 或者是拉筋动关节 怎么突然觉得你爸很转 很转啊 而且重点是 他左脚受伤 其实右脚很紧 嘿嘿嘿 所以我要按右脚下腿 因为右脚就帮忙分担 可能15公斤 20公斤嘛 就照刚刚的比喻的话 对啊 他现在右脚已经好很多 因为我叫他站拉筋板 在我们诊所 哦你没买 没有在诊所 站拉筋板 啊站拉筋板 他其实就很明显 我不用去按他右脚 就是柔转度什么是正常的 讲一下你刚刚讲那个训练课比较好了 嗯 就是以前在实习的时候啊 就是像我们也会给病人练什么单脚站 嗯 或是什么拉筋之类的 对 那那时候老师都问你说 诶 为什么要练这个 嗯 像可能你的 你就知道你要干嘛 比如说你要练他的力量 嗯 或是你要练他这个功能 但是老师都会说 诶那这样 平常有什么地方需要单脚站的吗 嗯 对你为什么要练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多 以前我们在实习的时候 嗯 很常会忘记 因为我们都知道 诶 他屁股没有力量 要练屁股 嗯 那要用什么东西训练 那他平常什么时候会用到 这个好像 一般的实习生可能会 会忘记这件事情 就像比如说你 呃 帮他练习的各个项目 你要把它组成什么东西 你的目的是要训练他 什么一个完整的动作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实习生 可以去思考啦 就是你不是为了练而练 对 为了练而练的感觉 比较像是 诶 比如说啊 现在受伤就是练力气 每个都练力气 嗯 但是你 没有先去想说 你练这个力气 是为了什么时候 要做这件事情 嗯 对啊 这个我是想讲这个是因为 现在诊所很多有那种 自费的课程 嗯 那他包含像徒手嘛 那很多也会有运动的课 那个菜单课表 嗯 因为自费就是 你花时间 诶花钱买 买治疗室的时间嘛 是 治疗室如果 让你练一个很简单 比如说单脚站 你回家就可以做的东西 嗯 那你当然会不爽 哦 就觉得啊 我浪费钱 对对对 嗯 诶真的会很不爽 如果我花可能多少钱 然后买你半小时 然后 有有 会啦 我觉得多少会有这种心态 对 但是有时候这些东西 真的很重要 嗯 对 就是 我有听过有人不爽啊 嗯 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就像 我们原本也是后面要讲 关于你要受伤 你想去看健保 或者是你想在健保的 医疗院所里面做自费项目 嗯 还是你想要直接去物理治疗所 嗯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 情况不同 选择的方式也不同 就像比如说你只是 小小的肌肉拉伤 或T2 嗯 那我就不会觉得 你要去物理治疗所 你懂意思吗 T2去 就是 这种东西我会觉得 比如说健保 电疗 热敷 或者是一些 微波啊 超音波 雷射等等 仪器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有些人会觉得 我知道物理治疗所很好 我知道自费项目是很好的 啊你就有点 杀鸡烟又牛刀 嗯 我就不会建议说 你要花那个大钱 或花那个时间 去用最贵最好的东西 就 就 你感受不到那个效果啦 对 你真的感受 你的不需要到那种程度 对 啊当然有些人是 健身受伤 已经很严重了 旧伤 反复的旧伤 他还只是去做电疗跟热敷 那我就会觉得 你这个东西 肯定真的要好好处理 嗯 你还年轻 你现在就开始 旧伤 一直反复的复发 嗯 你要真正好好的去 根治你的问题 嗯 对啊 很多健身的人都会有 脊椎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 肩膀我觉得也很常见耶 健身师 有些大家都负重嘛 而且都很重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脊椎要维持一个稳定 呃 是还蛮难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 尤其是在最后几下 历节的时候 然后你会 很多不好的代仓出现 嗯 那脊椎就很容易受伤 我遇过蛮多就是 健身个十几年 然后大家都脊椎受伤 腰受伤之类的这样子 一讲到健身十几年 我最近遇到好几个 我不晓得为什么 都是那种 比如说 爬山爬了二十年 现在才开始痛 或者是 啊我打雨球都打了 十五年二十年了 我怎么现在才开始痛 嗯 他们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这件事情 从年轻就开始做 做到现在都没问题 现在才开始痛 嗯 那就不会是这个问题啊 我就 我就会很直白的说 你年纪会变大 你如果 就是你可能 你二十岁的时候 你的身体可以负担 错误的知识 他不会疼痛 身体还负担得起 你的身体不会说 你做任何 不对的知识就开始痛 没那么夸张 你没事在三七步 你会痛吗 当然不会嘛 或者是你平常低头滑手机 或者是你驼背就会痛吗 不会 但是你长期维持这个知识 嗯 随着你年龄慢慢的增长 你也是在消耗这些 所谓身体的零件 哎 他到一定的负担 超过那个预值 耗损过多的时候 对耗损过多 不能负担的时候 你不能就说 啊不是这个问题 我以前都不会痛 怎么会现在痛 是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ticky 你要去调整它 或者 你真的会跟病人这样讲 我真的这样讲啊 哦 我就说你年纪会变大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不是一个 没有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就会跟他说 你这个东西该休息就要休息 嘿 或者是你护具该穿就要穿 你不要在那边 我以前跑步都不用穿护膝 为什么现在叫我穿护膝 呵呵 呵呵 这个问题 我真的是 我也只能很直接的回答你 要嘛你 你的比如说你股四头 你同时要训练它 有力气 嗯 同时你可能要带个护膝 嗯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要适时的休息 要保养啦 对或者是你不要没事一直蹲着 哈哈哈哈 你用椅子不坐 你为什么一定要蹲着 这个是双小 我不晓得可能 就是有些人他就习惯蹲着 哦 他喜欢蹲在椅子上面 哈哈哈 这是真的啦 我阿公怎么他们以前农业社会 他们会 哦 哦 会就蹲在板凳上啊 啊 其实你蹲到底 那种膝盖弯到底的姿势 其实是最压缩到那个膝软骨空间的一个动作 嗯 你十五岁这样蹲不会有人说你会怎样啊 你刚刚的表情真诚到我觉得很好笑 对啊 你六十五岁这样那样蹲啊 不要这样蹲着 不要这样蹲着 对你有椅子你就坐着 你不要硬要蹲 在那边跟我讲说你十五岁不会痛 为什么六十五岁会痛 一定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比如说 跑步好了 你以前可以一周跑个五天 嗯 但是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可能要休息啦 就是可能一周跑个两三天其实就可以了 对或者是你本来跑十圈 你可能现在先从五圈开始增减 你五圈不会不舒服 可能就可以慢慢加一圈 对对对对 或是你五圈就不舒服 你再减一圈 嗯 你就慢慢调整嘛 啊你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 你想加再慢慢加 那种强度的控制 这种受伤的人可能没办法 很难很好的拿捏 对 哦还有那个来看附件的频率 哦 很多人会问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要多久来一次 或者是我这个东西要做多久 我通常后来比较给病人的建议是 你如果现在超痛 嘿 你可以每天来就每天来 嗯哼 啊如果比如说 啊以拉腰拉脖子好了 你现在手超麻 啊确定是因为 确定是因为神经压迫 需要拉脖子这个项目可以改善 嗯 你现在症状很明显 你可以每天来你就每天来 嗯 那公斤数慢慢加上去嘛 如果你拉到觉得 诶 一给八原本来六天 哎 才会舒服 你现在如果降到一个礼拜来五天 嗯 就可以维持那个OK的状态 那你就一个礼拜来五天 嗯 五天再慢慢减嘛 你如果到一个礼拜来一天 你都还可以维持不会不舒服的状态 嗯 你再慢慢停掉 或者是你就维持一个礼拜来一次 嗯 有一些就 啊我现在一个礼拜来六天 诶不会痛了耶 我下礼拜不用来了 哇靠开始疼起来 就是这个跟我觉得有点跟 疼起来 你不要说 哎我现在吃降血压的药 降下来了 哇好棒哦 降下来了不用吃药 你直接停药 这个也很危险 那这个牙起来就很恐怖哦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有一点类似是这种感觉 我就会建议说 你看有 如果症状有改善 那你就是继续做 然后频率再慢慢减 啊如果你说 我现在已经每天来了 我还完全没有改善 那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讨论看看 或者是跟他说 你下次看诊的时候 要跟医生反应这件事情 可能是要改项目 或者是诊断有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 啊可能真的是诊所 健保没有办法 解决的东西 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 你可能会不会考虑做自费 或者是你是不是 可能去治疗所比较好 或者是blah blah blah 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后续在讨论 而且如果是相反 就跟刚刚的情况是相反 就是你已经觉得好了 然后你也来一阵子了 那你还是每天持续来的话 就相对有点浪费健保资源这样 对 有些是病人很认真 他每天都来做 然后可能已经连续做一个月 每天都来哦 我就会问他说 你有没有好一点啊 我以为你是太险了 不是我会问他说 你是有没有好一点 如果你每天这样做 你都没有觉得好一点 我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哪里要改变一下 啊如果他说有 我有感觉比较好 我只是觉得来比较舒服 他就会继续做 那我就会让他 就是你就继续做 没关系 对啊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 哎你有听过 那种每天来的阿伯啊 他就说哦 你有好一点吗 哇哇哇 好很多啊 啊那你通话过来 哦保养啊 哦我知道 很多人会这样子讲 其实真的很 就是玩无奈的 因为他 就是你知道 50块真的是很便宜 对 然后又可以做 就是治疗的 就三个治疗项目这样 但我后来 就是慢慢对于这个说法 没有这么排斥 或者是这么 哦真的哦 觉得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一部分 当然是浪费健保 如果他天天来的话 哎 啊有一些是 比如说他拉腰拉脖子 他一个礼拜需要来一次 他才可以维持 不会不舒服 嗯 那这种我就觉得没关系 这个对他来说 可能有某程度 真的是保养 嗯 就是他维持他现在这个 不会不舒服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 那OK啊 那我就觉得没差 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 嗯 他以前在这边做腹健 嗯 后来没有做了 就是可能没什么 问题 他没有继续做 嗯 因为他可能以前每天做 他大概知道说 曾说什么时候人比较少 嗯 他就在那个人比较少的时候 默默从外面晃进来 喝个水 上个厕所 拿报纸坐在那边看 然后在那边吹冷气 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把东西放回去 再喝个水 再上个厕所 然后再回家 我说哇 我怎么都没有想过 我要在我家附近的诊所 做这种事情 他哪来的灵感啊 而且重点是 你没有办法赶他走 哦不行吗 为什么 他又没有那个 你要用什么理由赶他走 他是有治疗的吗 没有啊 对啊 可是他没有来破坏东西 他没有怎么样 这是诊所耶 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要治疗 这边是公众场合啊 可是你没有要治疗 你怎么可以进来 你诊所还是可以进来啊 可以吗 嗯啊 而且一堆借厕所的 哇靠 傻小 真的啊 啊你没有办法 就是叫他出去 他不出去 你要叫警察是不是 不是啊 可是诊所 你如果没有挂号 你没有看诊 你没有做治疗 你怎么可以进来 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你进去晃一圈 你不要买东西 不一样吧 我觉得他们 就是这个想法 哦 可是 我就walk up 没办法赶吗 真的没办法赶 你可能就提醒他说 诶要戴个口罩哦 蛤 或者是要干嘛 他你没有 因为他也不会说 大吵大闹或干嘛 他就是默默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默默的晃出去 是没有造成什么困扰 对 啊我们就是 哇 我怎么都没有想过 要做这样的事情 对 哦当下已经没有想要 就是 就是你已经 不晓得要 嗯 啊还有那种是比如说 推着妈妈来 做复健 他有挂号有做复健 嗯 啊比如说原本的疗程 比如说半个小时好了 嗯 他就放在那边 放两个小时 把妈妈放在这边 他去做其他事情 嗯 然后再回来 你就说哇 我们直接变托儿所耶 植物贵 托劳所 托劳所 对啊很安全 蛮多的都这样子 对安全 明亮 嗯 然后人多 还有专业的人照顾 哇多棒 我说哇 这个两个小时直接 喘息服务做起来 喘息服务 这真的是喘息服务 我知道我知道 他两个小时可以去买菜 可以干嘛 揭晓 还可以干嘛 哇 真的厉害 就觉得 台湾人真的是那种 省吃俭用 那种求划算的心态 真的是已经厉害到一个极致耶 真的强 那种贪小便宜的心态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种礼貌啊 跟尊重还是要 我觉得喘息服务 我可能就 可是诶 不得不说你 你看蛮开的 就是你对这种东西 你都不会很厌世 很奋世技术的感觉 因为其实刚进的 PT 刚进职场 你发现职场长这样 对 跟学校教的差很多嘛 那你就会 每天骂啊 就是觉得很不爽啊 为什么要做这个啊 这样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总体而言 并没有影响到 我工作的内容 是没错 就只是你看得蛮傻眼 但是他没有说 很直接的影响到我说 就是我的工作品质 那我可能就 某程度上 这个算是还在 我可以包容的范围内 还在手背范围内 还在手背范围内嘛 可以这样讲 这样你觉得 你觉得很 很神奇是不是 我觉得 哪一个 你说传习服务 就是你觉得 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不会去抱怨 没 我是觉得 如果我是你 我带这个 比如说可能 待个几个月 我可能就会习惯 对 我是蛮 适应力蛮强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适应 啊这种东西 你看不开也不能怎样 他又不会因为你看不开就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心静的人 都会觉得说 啊干 啊那是 那是这样 哎我 有一次上班的时候 然后 我忘记是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 病人有一点抓 但是我还蛮有耐心的 就是有点把它化解掉这样 然后后来我 就是走回柜台 同事就说 哦 你到底怎么有办法这么耐心 要是我一定超不爽的 啊我就问我同事说 你遇到会怎么办 我说你遇到也是跟我一样而已啊 对啊 我说是不是 他说啊对啦 就是这种东西 你看别人都会觉得 干你怎么有办法这样 你自己做的时候 当然在工作的时候 你也是只能这样子 对啊 有的时候我也会看我同事就觉得 哇 你怎么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如果是我 我一定摆臭脸 超不爽的 可是我们最多就这样了 或者是 呃不会有的时候 还是会跟别人吵架 还是会是 有时候三个人一起上班啦 通常比如说啊 今天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是 真的治疗师跟病人吵起来 嗯 然后病人被气走了 嗯 我们不会阻止那个治疗师跟病人吵架 嗯 顶多说啊 病人被气走以后 可能一个人去当那个白脸安抚的角色 安抚一下病人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让那个治疗师骂那个病人 嗯 爽 爽 爽 而且通常啦 基本上这种东西 诊所不太会 去argue你什么 或者是 嗯 去要你检讨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大概都是知道说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啊刷的都那几个啊 啊就是可能诊所的人都知道 对 而且我后来发现一招 我个同事很强 嘿 那个病人在那边耍刷的时候 你要让大家学起来 他就开始 乳小小 或者是开始装可爱 病人 没有 治疗师 装可爱 或者是说 啊是哦 或者是 哦是这样哦 比他更讨厌就对了 哦好吧 对就是要比他更讨厌 然后病人就会傻眼 然后病人就会更气 就会活上交友 然后他就说 啊可是我又没有对你怎么样 哇病人直接抱歉 女生男生 男生 我又没有对你怎么样 哎你不要这样 不要生气 哇那个病人直接 暴怒 哎 很强很强 而且他也的确也没有口出恶言 对对对 阿姨好好说话 不要这样 哦啊我又没有凶你 你干嘛这么凶 哇 直接一个转换 你知道 全部人快笑出来 他那癌气到爆炸 没有刚如果是一个女生 没有男生 我说如果是一个女生 讲这种东西 你可能没有觉得那么讨厌 哇 男生 他是用很击掰 故意的表情 讲这件事情 你就想象那个癌气 到什么程度 哎吃到好 这都好 然后阿姨被气走以后 可能就旁边的老师去安抚 哦阿姨啊不好意思啊 怎么样 然后我们在旁边看到 哇拍手叫好 这招真的绝了 哎很强哎 很强啊 超强 我是看到那个同事就 哇这招一定要学起来 这很猛 这很猛 哎有时候你气到个程度 你真的是要跟他对骂的时候 你突然角色切换 跟这个 哇 大反转 超强 这个无从生气气 这个你没有办法讲他什么 因为他也的确 他没有骂你 没有大小生 他就只是摆出鸡杯的脸 然后很客气的跟你讲话 哇 这那种就笑笑的 打我啊 打我啊 你打啊 大概就是这样 这种感觉啊 对 这真的是这样 真的这样好讨厌 好喜欢 哎你这样被大家学起来 然后以后每个字要是 都走这种路线吧 看超级掰的 没有 我没有想过耶 可以用这种方式 我那时候没有想过 我看到直接 哇 这个强 必须学起来 好讨厌哦 很强很强 哎那个癌要 就是很气 想要走 想要干嘛 他故意挡在 跟在旁边 哇 超级掰的 这几八人哎 那个癌怎么没有回头赏他一巴掌 直接可以告他伤害 有没有 哦 嘴巴好酸 哎你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好强哦 哇 厉害 他是 那种 壮壮的那种男生吗 干 黑黑壮壮的 越越讨厌 我觉得 这招你以后一定会用到 我已经感受出 你要把这招学起来 有没有 其实我好像平常就会做这种事 但是没有那么靠北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 你在气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 哦对啦 对啦 对啦 啊你 我就觉得你怎么有灵感 有办法突然角色切换成 到这个状态 很强耶 可是他就是想要让 对方更笃然啊 对 他就是故意想要气他 目的是一样的 只是用这种方式 嘿 啊我觉得很厉害 因为其实 有时候你跟他对骂到一个程度 大家会有点劝假 这个大家不会劝假 大家会看好 这没什么好劝的 对 这的确也没什么好劝的 就觉得 哦好好笑 好厉害 而且像 你不是说你们真的会让 治疗师跟病人吵 就是不会阻止之类的 嗯 就是某程度上啊 也不会说到完全不阻止啊 对对不会不管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至少其他 就假设一个人在生气 其他值班的PT 可能就会 冷静下来 然后可能要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阻止啊干嘛的 这个分工合作啦 大部分会劝假的 都是旁边的病人 哦真的哦 嗯 不会是治疗师 通常都是病人 去劝那个 插配说 哦你妈妈呀 那你没有 就是会有 通常都会有那种正义的 同财的压力 会有那种正义的 阿伯阿姨 会出来讲一下话啦 阿我们通常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扮演 受害的角色就好 受害跟耍起来的角色 先把自己的那个 委屈的感觉 先引造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风向要带对 欸带错风向很危险耶 感知老师 应该说很多那种医疗人员 很容易就是有医疗纠纷啊 对 我们相对少很多的啦 我们是少很多 但是就是 我们毕竟还算是一个 蛮很常跟病人接触的一个 医疗行 医疗人员这样子 是 对啊 还是蛮 要小心啊 好啦我们最后一个讲 还有 最后一个啦 最后一个 不是不是 我 还有是不是 好啦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你知道我们以前 比如说大学的时候 嗯 然后常会看到一些文宣啊 或是政府宣导 呵呵呵 等一下 你现在在按你的TMJ是 意思是 你刚刚笑到很累 对对对 我好像TMJ怪怪的 我放松一下机动 你没有继续继续 好 就是他大家都会宣导什么 防跌很重要 嘿 不是那个间谍的跌 哈哈 跌倒的跌啦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不要跌倒啦 嘿嘿嘿 其实我以前没有很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 做大学的时候 对就是 也不是不能理解 就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很严重 的严重性是长什么样子 嗯 就是可能 顶多文宣上面 或者是 课本 或者是老师会讲说 你很容易因为跌倒 然后因为你年纪大 你骨质愈合比较慢 很可能就会卧床 可能会干嘛干嘛干嘛 嘿嘿 这种是我们可能理解的 以前理解的防跌很重要 对 后来 遇到很多 真的跌倒受伤来的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 通常啦 比如说 啊你脚扭到来 我会问你说 你那时候扭到 怎么扭的 嗯 或者是 诶你那个时候 车祸手去撑地板 你怎么撑的 嘿 但是通常老人家跌倒 嗯 他会断片 你问他说 你从哪里跌下来 我从楼梯上跌下来 你怎么跌的 你屁股有没有撞到 我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嗯 所以你很难去判断说 他哪些地方有受伤 或者是哪些地方有问题 嗯 所以变成 很长时候 解决疼痛的问题 变成是很局部 嗯 我现在手痛 嗯 下次变手肘痛 嗯 之后变腰痛 脖子痛 变成哪里都痛 啊你问他 有没有发生什么 意外或什么的 他都跟你说 我跌倒 嗯 啊怎么跌的 不知道 然后 你很常遇到 很常遇到 他们真的是跌倒 因为 嗯 老人家跌倒 其实他们很紧张 也会怕 啊我觉得 有的时候他真的跌下去 他不晓得自己怎么跌的 嗯 甚至他不知道他在 他是为什么会跌倒 嗯 所以你很难去评估跟判断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很难说 马上就有办法找到问题 然后去跟治 然后甚至他真的是 恢复的会比较慢 年纪大了嘛 血液循环不好 不管是骨头还是 不管任何的 各项机能都变差了 对 机能会变差 变成 那个治疗其实拉得很长 对 甚至他从此以后 真的是每天都来复健 啊 很多都这样 很多这样子 就是都是因为跌倒 他本来就是都是好好的哦 嗯 就是因为一个跌倒 哇 开始每天要做治疗 要干嘛 这边痛那边痛 我觉得 这个对那种 生活品质的影响 真的影响很大 所以才说 就是方蝶很重要 对 我后来真的理解 哦 方蝶真的很重要 就是对于一个人生活的影响很大啦 你刚刚不是讲那个 很多方蝶的文学吗 我以为你要嘴那个很丑什么之类的 有些真的蛮丑 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越做越好看 有哦 这几年我觉得做得很好 有我觉得大家的美感 也是有稍有进步啦 哈哈 应该是外包 那个海报啊 文轩有外包啦 哈哈 诶 有外包你也是要检查 觉得这个你要不要啊 或者是人家做得很漂亮 你觉得不要 我就是要长辈图那种风格 那人家外包也没有利用啊 长辈图其实有 有一定的功效 当然有一定的功效 但是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文轩是 受众是要是谁 对啦对啦对啦 像那个最近疫情的关系 然后很多 疫情相关的一些文宣宣导 那我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做得蛮好的啊 嗯 就是 为服务做 讲到图片这件事情 很多人 会问说 就是他 因为现在网路太方便了 你搜一个关键字出来 会有一堆图片 可是那个图片 是不是完全符合你搜寻的这个东西 其实不一定 嗯 所以比如说 他是 即兴的足底筋膜炎 他搜寻足底筋膜炎 运动 有些是 要拉筋的 有些是 已经是比较后期 要开始训练你足弓的 嗯 他全部都会跑出来 他每个都做 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么认真 然后越做越痛 他就跟你说 老师为什么 啊我要做哪一个 他可能有20张图片哦 每一个都不一样 有些要冰敷 有些要热敷 有些是拉筋 有些是要训练激励 他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我觉得很头痛 我就说 阿伯等一下 你可能这20张 你现在就只有两个要做而已 你不要全做 有些相互抵消 相互矛盾的东西 你给他全做下去 你当然越来越不舒服 对哦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 如果你家里长辈 或者是你自己 嗯 就是你当然可以上网 搜寻到很多的资讯啊 对 这个东西你可以先参考 或者是你稍微有点概念 嗯 但是你还是要找机会去找 不管是医师 治疗师 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人员 嗯 你要稍微去询问说 你的状况是什么 嗯 你要讲清楚 然后再问说 你现在比较适合做哪些东西 或者是你之后适合做什么 嗯 这个很重要 就是资讯量太大 有时候 长辈可能没办法一时间 我其实是不 呃 不不只长辈啦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对啊 有时候要分辨那个资讯正确不正确 就对 要花一点时间 或者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常问的是 膝盖的软骨磨损了 哎 然后他可能平常做一些高强度的有氧 嗯 或者是做什么运动 或者做瑜伽 嗯 那某些动作他可能越做越痛 他会问你说 我哪些动作不要做 嗯 我哪些动作可以做 因为你去YouTube收影片 他不会有那么 细吗 细或者是那么 嗯 针对性说 这个问题的人 要做哪一 哪一套瑜伽 嗯 那我觉得这个你就是可以好好的讨论 你不要自己又乱做 哦对啊 受伤越来越严重 就是那种现在 就是资讯 而且很 资讯量很大 然后而且又很快 嗯 然后大家都在讲究快速 所以很多细节的部分 对啊 都没有讲太清楚 前 我觉得这阵子好像还好 因为像前阵子 呃 还蛮多群组啊 会有长辈图 或是传一些什么 饮食的东西啊 啊对 防癌 吃这个会防癌吗 对 对 就是 我觉得年轻人可能 我们对网路比较熟悉 我们可能要肩负一个责任 就是去查这些资讯 查证 对 这些到底是真的 嗯 蛮多人会 蛮多长辈会拿着手机 然后就问说 哎 这个是真的吗 我觉得健康资讯 开始跟假新闻有点 就是我觉得那个查 你要去查证的这个习惯 不管在 什么议题 什么主题上面 嗯 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啦 对啊 而且像长辈们 很多人都也不会问说 是不是对的 嗯 那就直接照着 网络上面的东西去做 对 可能 有时候 虽然他们不一定要学会 怎么查证 但至少我觉得 我们这一辈可以帮忙 就是知道一下 对 啊有的时候的情况是 他会觉得 有显示在上面的东西 就是真的 你讲的才是假的 对对对 就是对他们来说 比如说 报纸上面印的东西 就一定是真的 就是有印出来 大家都看到 就一定要是真的啊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你讲的才有可能是假的 对 我觉得网络是很好的工具 但同时你也是要懂得 怎么使用它 它才会有比较正面的用法啦 对啊对 正确 正确 我们怎么讲到这个的啊 那个啊 我们的图片 一些运动的图片 哦 要是正确的啊 对 像 像现在很多那种运动的文章 就网络上都查得到 但是其实 你真的要怎么运动啊 怎么训练啊 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人 就是 你真的不懂 就是问专业的人 嗯 你不要到 真的到受伤 然后才来找我们 对 那已经是 你走错好几步 好 那个很多路 然后才 才这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提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啦 就是你刚才 既然讲到刚才那个 就比如说 我现在受伤了 我应该去健保的 还是我 问自费项目 还是我要去治疗 这你刚刚不是有讲吗 还是我们就直接讲 物理治疗所跟健保差在哪里 你获得的医疗体验会有什么不一样 哦可以可以 你有呆过 你可以讲一下 右边屯我要讲 我想说可以丢一个你要讲的 我问你什么 你是在那边 你知道吗 实习吗 打拼过 对 对我在想要什么 受到摧残过 我后来有经过 因为他在我们家附近而已 哦对耶 人很多吧 很多啊 还是外面看不太出来 因为他是狭长型的 他会排到外面啊 是吧 有的时候人多到 可能会排外面啊 我看错吗 对我记得 不太一定 而且那时候我是很晚才经过 而且这几年 我一直要说 就是开超级多 如雨后春笋般 我们学校附近 哦 开一两间 有过恐怖 我觉得我是 不管怎样都没有到太建议 第一时间去国术馆 哦 通常啦 当然有些他是 想要按摩 想要保养 他去国术馆 那你平常是没有什么 起明显疼痛的人 你去做那个 我是 没有意见 对 啊如果你现在是很急性的 不舒服 有问题 第一时间去国术馆的 通常啦 最后还是会来骨科诊所 啊通常都要 比较久才好 都会到 变成比较严重 这个我就是 比较主要 没那么坚毅的 不是说国术馆不好 他就是他 他有他的好处 对他存在代表 他一定有他的意义在 对这个我没有办法否认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在一个 刚受伤很严重的情况 对 然后同时你没有办法确保 那一间国术馆的处理 一定是对的的时候 嗯 我就会觉得你先不要冒这个险 对很急性啊 刚跌倒完啊 然后你刚拉伤 刚怎样的 你去给人家推 或是给人家 因为他们很常的做法是去推 对啊 啊通常推都会更严重 对啊 那种发炎会更严重 然后或者是 开关节啊 就是 对那个有的时候也很危险啦 可是有的时候他们技术真的蛮好的 如果你是需要开关节的话 是真的 你去那边开 对 诶他们技术不错 对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分辨 是要不要开的时候 我觉得你去就很危险 开关节也是 其实是蛮快速的 就是增加活动动作为一个方法 对 啊 但是呢 其实就跟拉药丸一样 你把你的关节打开之后 你需要训练你的稳定度 嗯 但通常国术馆我听到的都是没有在教你后面这个部分 应该说他们 他们做的事情物理治疗所也会做 只是国术馆相对起来 他比较做半套 啊 真的啊 这个真的是这样 我知道了 好 算了 先直接讲物理治疗所在干嘛好了 你刚刚是想嘴 我忍住了 有有 我刚刚在想 我尽量讲保守一点 我忍住了 对 物理治疗所顾名思义就是物理治疗师 真正能够做很完整的 不管是评估啊 诊断或者是后续治疗的一个地方啦 的一个场域 嗯 就也算是一个 比较明确 物理治疗师可以发挥自己所学所能的一个空间啦 对对对 这个问题就会回归到物理治疗师能做什么 因为每一间的做法不一样 对对 所以讨论这个没什么意义 就回归到物理治疗师本身的价值 他能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是 第一个是 你要有一个观念 你这个地方不舒服 不一定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不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种 嘿 比如说 讲一个大家可能能够理解的例子 比如说啊 我现在胸闷 嗯 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对对对 或者是我肚子痛 肚子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是胃痛 你是肠子的问题 或者是你是心脏的问题 导致肚子痛还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的复杂程度 大概就是你肌肉骨骼上不舒服 那物理治疗师 他不需要靠什么抽血厌血 嗯 或者是照胃镜啊 他不需要任何侵入性的治疗 嗯 但他我们有自己一套的方法 然后去诊断说 你其实是什么问题导致什么东西 嗯 有一点是把你疼痛或不舒服的前因后果 先找出来 嗯 那当然厉害的治疗师 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 他找出真正的问题 嗯 每个治疗师技术好跟不好 这个大家就是各自各自发挥 那你身为病人 只要你的问题被解决 对你来说 他就是好的治疗师 那这个因而异 我们就不讨论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诊断的部分嘛 嘿 再来就是治疗 啊治疗也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每个治疗师技术好跟不好 但是基本上 如果你诊断正确 嗯 你只要对症下药 不管他技术好不好 这个问题都会被解决 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对 嘿 治疗师相对评估 稍微简单一点 我觉得评估是最难的啦 你不管用什么花俏的手法 还是最经典的处理方法 嘿 你只要诊断对的 你对症下药都会解决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嗯 就是治疗师的技术 或者是他 呃 宣传他的手法 有多厉害多花俏 我觉得这个 全台唯一 嘿 我觉得这个还好 嗯 因为如果你诊断是错的 你的手法再怎么厉害花俏 你都没有办法解决 对对对 对那 你诊断对了 你再用 你用那个最朴实的方法去做 也会有效 对对对 好 所以那这个我们就 就这样子 嗯 然后你治疗完了以后 他要给你正确的胃胶 对 你之后要做 回家做什么处理 嗯 因为你当然自己待在家 或是自己在外面活动的时间 是远远大于你在 诊间的时间 嗯 对 所以他会告诉你 你回去要怎么做 嗯 就跟你医生开完刀 他跟你说你回家药 要怎么吃 对 对不对 那你回去以后 啊这个不能吃 那个可以吃 你要吃粥 还是你可以吃面 嗯 还是你不能吃辣 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胃胶 你回去要做什么 嗯 那再来就是 等你不用吃这个所谓药的时候 嗯 你后续的保养 对 或者是你要训练 练习什么东西 比如说 呃 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啦 对 维持你正确的姿势 嗯 或者是你要练习一些 所谓的肌力 你要练哪一条肌肉的肌力 嗯 或者是你要放松哪一条肌肉 这是对 就是放松啊 训练 这是最 蛮简单的 这种很针对性 局部性的东西 嗯 物理治疗所 它可以好好的评估 跟告诉你怎么练习 嗯 而且时间比较多 对 时间比较多 可以好好告诉你这件事情 对 然后它放你回家 对 那可能一个疗程 比如说 我不晓得每个地方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疗程 一个小时好了 对 呃 比如说你可能要去个六次 去个几次 那基本上 物理治疗所这个东西 比较不是什么长期 一年两年在看的东西 相对于健保 它是 比较短期内 可以结束的东西 短期不是什么 一个礼拜哦 不要误解 其实相对于健保 你做一两年 可能一两个月 是短期的东西 对对对 好 那短期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它是物理治疗所在做的东西 但是它的收费 一定相对会比较高 对啊 那价格不一 从五六百 嗯 啊 时间 时间跟金钱都不一定啦 对 比如说有些是一次三十分钟 有些是一个小时 那可能收费五六百 到三四千都有 嗯 那你就是自己评估自己的能力 跟你所需要的东西 呵呵呵 这大概就是物理治疗所在做的 选择还蛮多的啦 对啊 大家就是 有些口味相传 有些是你上网查 有些是网红知名度高 那就看你信 信任哪一个 啊去试 对啊 然后试到有效的 反正对你有效的 就是好的治疗啦 没有说谁已经比较好 谁一定比较强 哪一个手法最好 没有 就是你只要是能治好你的病的 对 那才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是 啊有些人是 他不想花这么多钱 但是他有的时间是可以 慢慢休息 慢慢做的 嗯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这样子考量的话 去物理治疗所对你来说 可能负担太大 嗯 那你就去健保座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绝对健保的 都是很不好 都是无效治疗 嗯 我觉得 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影片 说什么 电疗都是无效治疗的 哦我没看到 嗯 嗯 应该这样讲 如果他这个东西 完全无效的话 嗯 我就不用学这个东西 对对对 啊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无效的话 也不会现在有那么多人 去做这个 做这项治疗 就大家也不是笨蛋 如果你越做越没有效 它也不会存在 而且还越开越多减 啊 所以你不要去怀疑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完全无效 但是你也必须承认 这个东西不是 能完全治好你的问题的 对 它没有办法完全治好你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刚才也才会讲说 你如果健保做到一个程度 解决完一个程度的问题 你还是觉得有不舒服 嗯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 是不是要做自费 嗯 或者是你是不是要转到物理治疗所 去重新评估 嗯 对这才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好的流程啦 就是要有一些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治疗师也不要觉得说什么 啊我每天都在按仪器什么的 其实多充实自己 然后做自费 那也是不错啦 不要不要只觉得好像自己的仪器治疗师 我觉得没有到这么严重 当然我觉得那个平衡 也是需要拿捏一下 就像你自费 其实每天做久了也会腻 对啊 那你电疗跑久也会腻 那或者是你居家跑久了也会腻 或者是怎么样 在这之间 你当然可以每个都做 你也不用去觉得说 啊人家都跑电疗的 就一定比较差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给病人很正确的观念 对啊 这个才是最重要 你有没有真正给别人他需要的建议啦 不管你是做什么 我觉得自我的 职业定位跟价值 你要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一直都觉得 PT的最高境界是Oral PT 就是你光讲的病人就听得懂 他要做什么 我觉得 而且因为是 台湾都是比较多这种 仪器的治疗嘛 所以变成是说 卫教反而变成 我们蛮主要在做的一件事情 你要讲Oral PT的中文是什么 哦 要怎么办 口语 就是他用讲的就可以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 很明很明确的让你知道 Oral就是讲话的意思 对 是吗 对啊 Oral是口腔 是嘴巴的意思啊 对对这个意思 就是反正就是用 用讲的你就知道 你要干嘛 然后你要做什么 很精确的给你需要的东西啦 对 啊 其实Oral PT就是 不管他实际上做不做得到 至少他你听懂了 对 对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是 我自己认为PT中最高的境界 而且我觉得沟通这种东西 是很需要耐心的 嗯 而且每个 每个人听懂的方式都 不一定一样 就是像你跟阿伯讲 讲一个未教的东西 跟我跟一个年轻人讲 一定不一样 尖加古的地方 在台语可能用沟红嘛 嗯 这种东西可能学校也不会教 啊你去跟阿 听久了其实你就知道 他在干嘛 对对对 所以你要 他指给你看 对 我第一次就说 沟红啦 对我刚开始 哪里 哪里啊 哪里 对后来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 呃讲的话你要让别人听得懂 对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呃 我那个时候 前前几天 本来就是连续All day了 九天 All day就是从早上八点 上班上晚上九点半 只到All day 连续上九天 神经病 我大概到All day 到第八天的晚上的时候 因为那天刚好中午开会 所以我连午觉都不能睡哦 我All day晚上开始觉得 哦 精神恍惚 我就说那个新单 就是新病人进来 你要问诊 你要卫教 告诉他你今天要做什么疗程 我说 现在先不要让我接新单 我没有耐心 跟那个精力 可以去接新单 你们接 我就开始没有灵魂的跑电疗 我说 你是可以闭眼睛 完成这件事情的 差不多 基本上可以 然后 那隔天有睡饱 隔天就还好一点 就那天晚上 我说 那个不行 我做一下 刚来的时候 你都要 跟他们讲很多嘛 比如说 整间的规则啊 什么之类的 会跟他讲 他项目的规则啦 也没有时间 讲所有整间的规则 但不是啊 就是说 比如说你来要 就是 单子要给谁之类的 哦有有有 这个来都会讲啊 可能花个五到十分钟 稍微讲一下 之类的 我说哦不行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你们 你们先接吧 不然你很累的时候 然后乱讲讲错 对 而且我会 可能如果病人一直问问题 我会 有点 想睡觉 我就登出 我说不行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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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 因为我 因为我 这个礼拜要 连续 三天了 去玩 冠亭 直接问我说 陈阳 你老师讲 你到底外面欠了多少钱 可以直接讲老板的名字吗 他说 你到底缺到什么程度 我说 大概 就是准备要招楼的程度 你真的是毛起来转 很好笑 但其实也没有到 多到哪里 但很轻啊 我觉得这很轻啊 有啦 该修的架 还是有修到啦 只是刚好挤在一起 意外来 就刚好把它颁补嘛 对啊 好啦 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觉得这集的那个 讯息量还蛮大的 还不错 还不错 我一直很怕讲这种PT的东西 是因为我很怕被嘴 怕讲不好 但我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啊 我们没有讲太多专业的东西 我们都是讲那些观念而已 还好 我觉得这也才是 手背范围内 真的要讲给 民众听的东西啊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们本来就不是要讲给PT听的 啊对 PT PT可以上的课啊 得到资讯 外面还有很多更 当然当然 更精细的啦 我们就 我们还没有那种办法教PT啦 对我 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也是其中一员而已 就是 我们也还在努力的学习 对啊但是 卫教民众这个程度 我觉得还在我们 负担范围内 啊这件事情我觉得 做了也很有意义啦 就可以录一集这样子 其实大家 就是每个人PT也是 这也是大家应该要尽到的责任吧 就是卫教民众 对啊如果 听众老板们有什么 相关的问题 会想要好奇问我们的 我觉得 这个东西也欢迎大家投稿 就是我们如果 就是收集到一定的问题量 那我们觉得可以回答 或者是真的很需要回答的 我们就 就会直接录一集 就是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然后 对大家有帮助啦 因为我觉得 附件这种东西啊 没有遇到你都不会知道 对啊对啊 不遇到是好事 代表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真的 但是我觉得 当你真的不幸遇到的时候 你不要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你要有点观念 就是正确的观念啦 但也不要投稿说 诶我今天脚很痛 啊我到底是要不要跑步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老板 他最近遇到的问题 对对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就好 我知道 呃你要问人家问题的时候 你问的太片面 其实真的很难回答 太广了啊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啊你你 那种讲说什么 我手举不起来啊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干谁知道 诶应该说 就像我们刚刚讲 物理治疗的时候 不是会先诊断吗 对对对 那个诊断是需要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你从问诊 或者是你从一些动作评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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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得出来的诊断 对对对 啊那个东西很复杂 啊也因为是 我们不做任何侵入性的治疗 嗯 所以我们那些数据 都是要从比较物理性 比较外部的东西来判断 诶没错 对 那当你 比如说在网路上 或者打电话 或者是单纯打字 在问一些问题 你问的东西的资讯太少了 他的可能太多太多太多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一个很正确 适合你的答案 很适合你的答案 就这件事情 会觉得你在问一个很没有建设性的问题 对 对就像 比如说 嗯 我觉得对PT来讲 判断这个东西有点像 嗯 你知道那个爬梯子吗 爬 哦知道 比如说肩膀痛 好我们爬到肩膀痛那边 肩膀痛下面有分出50个选项 对对对 那可能在你回答问题 或是告诉我们一些资讯 我们可以删掉几个 的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50个 删掉变40个 嗯 然后40个再分下去100个 然后再慢慢细走细走 然后慢慢的排除一些 判断一些 然后最终找出一个 是你的诊断 或者是可能的问题 嗯 那这个过程是 很漫长很复杂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所以这个东西 是有专业性 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对对 那当你问一个问题 我昨天肩膀痛 今天就举不起来了 为什么 嗯 这个东西太rough 就是你完全无从判断 你可以可能会告诉他说 会不会可能是什么问题 你最近有做什么事情 还是干嘛 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 又要问下去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问半个小时 问一个小时 然后都是用打电话 用打字 就这个东西 会失去它的本质的意义啦 你也有遇过那种 亲戚这样问你的吧 可是他们没有到 问我到这么的 你说这么难回答是不是 对 或者是这么精细的啦 我还是会有遇过那种 啊我 最近走路脚会痛 为什么 你帮我 没有 你帮我处理一下 我说 我要处理什么 我觉得 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处理之前需要评估 你才有办法处理 这个就是我觉得 治疗所跟 国术馆最大的不一样 啊 对 真的 啊我觉得 这个是来自 病人的观念 你到国术馆的习惯 你把它带来治疗所 这件东西是不成立的 没错 啊大家会不习惯 或者是不理解 我觉得因为不理解 你就会不习惯 这个是有点前因后果啦 但是 也是算是 借由这种 节目的机会 我觉得可以 让大家 有一点点理解 啊 大家会越来越好 就是不管是对我们自己上班的 就业环境 就业 呃 职场 我们的职场 对啊 职场气氛 这个东西 如果病人反应很 很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也蛮困扰的 啊 这个东西 观念建立起来 其实对病人也是好事 对我们也是好事 对两边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就是大家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 当然对于 我们各位治疗师老板们 分享一下吧 没错 好啦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OK 难得没理题 好啦 对 我们中间本来要偏调 文轩那边本来要偏调 有回来 有回来 好啦 我是宜安 我是家伟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